儿子团团掉入水井急需救命前 我去缴费时却被告知余额不足 妻子柳如燕的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 我忍痛东拼西凑才交上了手术费 半夜 柳如燕的男助理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谢谢刘总送的大别墅 从此万家灯火由我一展 我心一沉 给他发句短信 你是不是用卡里的钱给他买房了 不到一分钟 柳如燕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刚签下大单 我给他买房做奖励而已 你整天时间我身边人的朋友圈有意思吗 不等我说话 他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着嘟嘟声响起 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团团假期到同学家 参加小区里的小伙伴的同学聚会回来 一脚踩空出了事 当物业发现通知我赶过去时 团团已经昏迷不醒了 在救护车上 我紧紧攥着团团冰凉的小手 一遍遍要求急救医生 请你一定要救活他 他才四岁 急救医生说 情况十分危急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用进口药 除了费用高 没有其他缺点 我没有一秒犹豫 立马答应了下来 谁料再缴费出工作人员 却告知我卡里只有50元 我再三确认银行卡无误 这张卡里 有我这七年所有的积蓄 本来准备周年纪念日 给妻子柳如烟换辆电车的 急诊护士跑来催促 病人家属 再不缴费 孩子就来不及救了 我慌乱的双手 一直不住地颤抖 我急得一遍遍 给柳如烟打电话 被挂断十几次后 电话终于接通 我建行卡里的钱 是不是被你转走了 我现在急用 你赶紧给我转回来 柳如烟挣了几秒 语气十足不耐 什么钱 我不知道 为了点小事 总是一遍遍打电话 你烦不烦 我强忍着心头的不是 不想和他计较 继续补充道 我真的没再跟你开玩笑 我等着这钱救命 你现在赶紧把钱 给我转回来行不行 或许是听出 我真的很着急 柳如烟 支支吾吾半天回了剧 那笔钱被我用了 我怒不可遏到 一百六十万啊 柳如烟 你干什么了 花了这么多钱 柳如烟见我指责 语气不耐地回对 你有病吧 整天跟个疯子一样 家里的钱 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什么时候需要 经过你同意了 团团现在正在抢救室 等着缴费救命 无论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务必先给我 转二十万就及 柳如烟不屑地 冷哼了两声 你就算要骗钱 也不至于拿孩子 做借口吧 团团刚放假第一天 傍晚我还和他 通过视频电话 你再敢拿他做借口 我饶碌了你 没等我说话 柳如烟直接挂断了电话 再等我打过去时 已经是关机状态了 我气得紧紧攥着拳头 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但理智告诉我 我必须冷静 团团还在抢救室里等着我 时间紧迫 我正拿起手机 准备给亲朋们借钱 护士再次拿着同意书 跑了过来 他面色焦急地问道 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怎么系统里 还是显示胃缴费 我只好低着头 向护士解释 卡出了点问题 能不能先给孩子用药 再给我半个小时 钱一定能到位 护士看了我两眼 叹了口气说道 那我先跟主治医师沟通 你尽快凑钱 按照规定 钱不到位 是没法用进口药的 我连声道谢 急忙给亲朋们 打电话借钱 谁料钱刚凑齐 却等来了团团救治 无效身亡的消息 我在太平间握着团团 冰冷的小手哭作一夜 医生告诉我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 是喊了声 妈妈一想到两天后 是他的生日 我就心痛到不能自已 答应给他种一片 向日葵花海 终究是食言了 第二章 一日一早 我办理完手续 带着团团去了病医馆 半夜我给柳如烟 发了一条信息 团团出事了 你能不能来见他最后一面 过去了整整三个小时 信息石沉大海 我如行尸走肉般回到家 一夜未眠 头痛到站立都很困难 柳如烟脸色阴沉地 坐在沙发上 看了我两眼满脸不悦 我逆了柳如烟两眼 见他一言不发 换了拖鞋 准备静止走回房间 被他一把拉住 他凑近我 看着我裤脚的泥子 嫌弃地捂起了鼻子 问道 昨天去哪里了 身上一股怪味 现在都敢一声招呼 不打夜不归宿了 柳如烟有洁癖 婚后为了照露他的情绪 我从不在主卧卫生间上厕所 一旦到了春夏 运动完我都会立即洗澡 婚后我时时小心 生怕惹得他不高兴 他一生气 便喜欢拉黑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必须拿朋友的手机 不断地发信息哄他 给他拍各式各样的新礼物照片 直至几日后 他逐渐消气 才会回复一句 好了 这次认错态度还算良好 暂且原谅你了 但现在 我已经无力去为他考虑这些 我淡淡地摁了一声 抿了抿唇 见我仍旧站着不动 柳如烟的脸色 立刻变得难看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还不去给我做早饭 一个整天待在家里的废物 谁允许你冲我甩脸色 从团团出事到现在 我低你未尽 我强忍着胃部传来的不是 摇头拒绝 想吃什么 自己叫个外卖吧 我的话音未落 柳如烟已勃然大怒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明知道 我不喜欢吃外面的做的东西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立刻去 给我下一碗热汤面 我就给你一份惊喜 话音刚落 柳如烟拍了拍自己的包 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或许是出于心虚 近一年柳如烟每逢出差 都会给我或者团团带一份礼物 虽然每次他都说 礼物是精心挑选的 但我能看出来 都是他随手在路边商店买的 惊喜就不用了 我有些累 先回房间了 见我仍旧不为所动 柳如烟终是忍不住动了怒 昨天我确实有重要重要业务要谈 没能及时接到你的电话 我工作这么辛苦 你就不能不作药 七年间 这不是柳如烟第一次这么熟落我 自团团出生后 很多次生病打疫苗 都吵着闹着要见妈妈 柳如烟很多时候 都会不耐烦地回我 孩子生病了就去看医生 不要总是找我 你连简单的为我分忧 都做不到吗 我默默地看了他 脖梗出的粉色印记两眼 转身回了房间 没过多久 门外传来了砰的一声 柳如烟接了通电话 去陪东景川看电影了 第三章 我在团团的儿童房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我捧着团团的骨灰去了墓地 团团最喜欢花草 我给他选了一块 风景一人的地方 正准备走 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柳总 你说圆圆会喜欢这里吗 我扭头看见 董景川怀里 抱着一个骨灰盒 身旁的柳如烟 满脸心疼地和他挽着手 我本想低下头 假装不相识 可董景川认出了我 他指着我满脸诧异地说了句 梁 那不是梁公吗 柳如烟快步走到我的跟前 满脸不悦地问我 大清早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看着柳如烟促紧的眉头 意识到他误会了 他一定是以为我是跟踪他来的 我懒得理他们 准备绕过 董景川却骑身向前 堵住我的去路 我压着火气问他 你想干什么 他勾唇一笑 一脸完卫地打量着我 梁公 你别误会 我们昨晚加班出来 捡到一只小狗 被车撞得奄奄一息 送去医院就治了一夜 还是没活下来 柳总怕我伤心过度 所以才陪我来的 我冷着脸看着他们 淡淡开口回应 没事 不用和我解释这些 要是换作之前 我看见柳如烟 和其他男人手挽手 是必要冲上去 问出个所以然来 可现在我对他们俩做了什么 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 柳如烟 下意识地挡在 董景川身前 似乎是怕我伤害他 七年的婚姻 从当初被女神接受的信息 让如今的失望麻木 我顿觉心泪 我又看了两眼 面色尴尬的他们 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柳如烟在我身后喊了声 梁牧尘 破天荒地追了上来 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柳如烟破天荒地追了上来 梁牧尘 你是不是在生我气 或许是因为他心绪 所以故意岔开话题 牧尘 我还没有吃早饭 你等我一会 我们一起去公司好不好 毕业后 柳如烟选择创业 为了陪在他身边 我主动拒绝了大厂的offer 做他的左膀右臂 整整七年 我清尽心血 换来如今这番结局 我很不甘心 来之前 我已经准备好了辞职信 我决意接受 港城猎头的提议 入职当地的知名计算机企业 不必了 刘总听到我一副 公事公办的语气 柳如烟的表情有些僵硬 这些年 无论他对我态度如何 我都用温柔的语气 轻易地叫他雪儿 这还是头一次 两人的关系如此身份 我想让柳如烟知道 我与他的关系 再也回不到从前 今天是工作日 为什么不去公司 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我态度冷淡 从口袋里 拿出一份辞职报告 递给他 没什么问题 只是准备离职了 我捏了捏鼻梁 有些疲倦 第四章 柳如烟听着我的话 脸色变了变 下一秒 他非快抓起辞职信 当着我的面撕成粉碎 语气森然 梁牧尘 你不是不知道 公司最近中了 好几个镖 离不开你 就因为一件小事情 你居然就拿辞职 做威胁 真是幼稚 我不会如你所愿 我冷漠地看着他 心里发凉 其实这一年 有时 我自己都奇怪 既然他对我毫无感觉 为何不赶紧提出离婚 甩了我这个拖累 直到现在 亲耳听到他的话 我才明白 若不是因为 我是公司不可或缺的 技术骨干 恐怕我们这段感情 甚至撑不到今天 柳如烟继续开口 而且 你也为这个公司 投入了大量心血 你怎么忍心 把自己的付出 全部抛出 好了 你先冷静冷静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不知为什么 我在柳如烟的眼神中 看到一丝哀求 但我失望透顶 已经不想再跟他 过多纠缠 如果你今天不签字 那我直接向人事 递交辞职性了 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瞬间急了 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最近确实是我忙于工作 疏忽了你们父子俩 等我忙完这阵子 就陪你们去看大笨中 好不好 大笨中 是团团从童话书里 看见的 一直缠着柳如烟 想要去 我长叹一口气 掰开他的手指回道 不用了 你自己去吧 柳如烟见我左右不买账 终是失去了耐心 梁牧尘 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了 不要当着别人的面 和我吵行不行 董景川有轻度抑郁症 他会多想我顿觉好笑 我和柳如烟 在一起七年 也没见他这么为我着想过 我冷哼两声质问 所以呢 吵两句 他就能犯病了 我记得柳如烟之前 从不喜欢猫狗 就因为董景川 他也开始凹散新人设了 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要扯到景川身上 他还是个孩子 我平静地看了柳如烟两眼 转身离去 刚上车十分钟 就接到了墓地管理处的电话 称有买家看上了 团团的那块墓地 我立马回头冲了过去 等我到达时 看见团团的骨灰盒 已经被挖了出来 丢在一旁 里面放上了 刚刚董景川怀里的 那个骨灰盒 我环顾四周大声吼道 柳如烟 你给我出来 过了两分钟 柳如烟 缓缓从我身后走来问道 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不知道的 以为这里面下葬的是你的亲人 我迟迟没有选定 团团墓碑上的照片 所以柳如烟并没有认出 这块墓地的主人 我愤怒地取出 埋了一般的骨灰盒 扔到了一旁 柳如烟见到散落一地的骨灰 气得踹了我一脚吼道 梁牧尘 你在发什么疯 我小心翼翼地抱起 一旁的团团的骨灰 放了进去 我夺过工作人员手上的铲子 想要重新将团团的骨灰盒买好 却被柳如烟扇了一巴掌 梁牧尘 你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圆圆的骨灰都洒了 这里面不会是你的老乡好吧 你这么在乎 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 我站起身 攥着柳如烟的衣领 立声回答 这里面 不是我的老乡好 这里面埋着的是 我们儿子团团的骨灰 柳如烟似是被我的表情吓到 全身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一旁的董景川健壮 冷笑了两声说道 没想到梁公竟然吃醋到 三番五次 拿孩子出事说事 话音刚落 柳如烟像是想起了什么 一把推开 我将团团的骨灰和曲出 扔了出去 梁牧尘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么大年纪了 争风吃醋也该有个度 我眼看着骨灰洒落一地 发了风般将柳如烟推开 冲了过去 今天江城的风很大 无论我怎么护 团团的骨灰还是没能留得住 我眼看着他们随风飘走 心里的最后一丝善意也消失了 我摊坐在地上 抱着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哭了起来 柳如烟在我身后站了许久 恼怒地说道 别再演戏了 梁牧尘 你之前不是说 团团在医院出事了吗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医院 当面揭穿你的谎言 柳如烟拿起手机 给院办打了痛电话 还开启了外放 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电话那头院办 沉默了几秒后 终于开口 团团几天前 因掉下水井伤重去世了 第五章 你说什么 柳如烟一脸的不可置信 红了眼眶 是的 当时是他爸爸送来的 手续已经办完了 空气顿时凝固了 四下鸭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团团四岁 我几乎是又当爹又当妈 柳如烟很少陪伴 最开始的两年 柳如烟还会抽空 陪团团过生日和节日 这两年直接忙得不见人影 记得出事前 团团还问过我 爸爸 今年生日 妈妈会回来陪我吗 我发信息问过柳如烟 信息石沉大海 一想到这 胸口像是被刀子狠狠侧了两下 痛苦顺着血液蔓延开来 柳如烟挂断电话后 转身走到了我的跟前 蹲了下来 见我抱着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他帮我擦了擦泪水 轻声说了句 抱歉 是我误会你了 我呆滞地坐在那 手心里握着团团残存的一拳骨灰 他见我不言语 试图掰开我的手 我帮你把骨灰放进去 滚 我历声大吼 柳如烟看了看团团的墓碑 情绪失控哭了起来 他沙哑着嘶吼 怎么会 我的团团怎么会就这样走了 我还给他准备了最喜欢的奥特曼礼物 我转过身 背对着他 平静地开口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团团直到离世的前一秒 还在期盼他的妈妈能够出现柳如烟听闻 哭到不能自已 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我不想和他多言语 将仅剩的骨灰放入河内 买好土转身离开了 第六章 从墓地离开后 我立刻就去了公司准备办离职手续 五天之后我就要离开江城 刚到公司 柳如烟的工作助理 就找到我火急火燎地说 梁工 你可算来了 刘总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西郊的那块地出了些问题 需要立刻去现场处理 还有前阵子上线的公司打卡系统也出现了 Bug 很多员工反馈有延迟 怕影响到月底公司的结算 技术部门的同事也喊住了我 我虽然是技术部门总监 但因为我和柳如烟是夫妻关系 去工地视察的任务一直也是我做 西郊那块工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事情了 一个月前我去工地视察 不慎被从天而降的钢筋砸伤 腰椎错位 柳如烟知道后 只是淡然吩咐助理 尽早安排梁牧尘的手术对我 他没有一句关心 甚至懒得在乎我的病情是否严重 他只是用自己的名义 安排了一个资历丰富的专家 就这样 我在医院熬了整整五天 随后接受手术 矫正了腰椎位置 住院观察时 护士问我有没有可以来陪床的家人 我爸妈退休之后就去港城安家了 我只能选择给柳如烟打电话 雪儿 你能来医院陪我几天吗 我的话音未落 冷血宁不耐烦地打断 不就是受了点小伤 怎么这么矫情 我正在外面签合同 没时间而我却在电话那头 听见了董景川的唱歌声 电话书耳挂断 我的心也随之死去 想到这 我冷冷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今天是来办离职的 这些事情你们还是联系刘总处理吧 整整七年 腰伤就当是我为公司操劳所付出的代价 人总是要吃一欠掌一掷 西郊那块工地 确实我去处理最合适 也最得心应手 但是我已经决意离开 也不打算分走柳如烟的股份 所以并不想继续帮他兜底 公司的员工听到我的话都惊住了 尤其是我们技术部门的同事 他们很多人都是公司刚成立时 我一手招聘进来的 如今听到我要离职 纷纷都表示不理解 梁公 你是不是跟刘总吵架了 我们都是打算一辈子跟着你的 你走了 可让我们怎么办 第七章 其实公司有部分人 是知道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破裂的 从董景川被招聘进公司没多久开始 柳如烟和他之间的关系 就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平日里也爱去茶水间泡咖啡 听过几次员工们的议论 何况在医院办理完所有手续后 我在门口遇到了柳如烟公司的前台 他热情地和我打了声招呼 见到我几度欲言幼稚 我笑笑回应了他 忍不住问了他柳如烟的去向 前台争了几秒告诉我说 其实柳如烟就在江城 昨夜还带着助理包了邮轮赏月 前台的声音越说越小 还告诉我说柳如烟的员工们 都觉得按照董景川的长相和讨喜度 不日就会替代我成为站在他身旁的人 我见过董景川两面 每次都是他送喝醉酒的柳如烟回家 董景川是一年前通过校园招聘 进入柳如烟的公司的 他才二十出头 阳光又帅气 柳如烟这半年常和我夸他董事能干 我有几次提醒过柳如烟 他终究是一个助理 不要总是让他参与招商 可柳如烟却反驳我道 就是要多给年轻人机会 我和柳如烟是三十岁那年才结的婚 如今我的样貌确实和董景川 没办法做比较 我攥紧了拳头 指甲镶嵌钻进肉里 痛意蔓延至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我强忍着怒意 从唇齿间挤出了一抹微笑 对他说了声 多谢柳如烟从小父母就离婚了 他一直跟我说 痛恨每一个对伴侣不忠的人 所以一直以来 我只是觉得柳如烟对贴身助理 关照了些而已 如今谎言被戳破 我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梦碎 不知该如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能给自己的 就是一个更光明的前途 况且去港城 我也可以有更多时间陪陪爸妈 柳如烟的电话 还是联系不上 我告诉员工们 他可能还在墓地 毕竟还要陪董景川 安葬流浪猫 我办理完离职手续后 安慰了几具技术部门的同事 就离开了 果不其然 我刚上车 我的几名员工就追了出来 他们扒着我的车窗对我说 梁公 带我们走吧 好不好 我们就想跟着你干 你走了 我们留下来没有工作的动力 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暖流 觉得这几年 没有白白培养他们 但是他们有大部分人 已经在江城安家落户了 我不能自私地让他们陪我走 我的技术在江城还是挺有名气的 我给了他们选择 单身的可以跟我一起去港城 我本来过去就需要招兵买马 组建自己的团队 如果能有老员工跟过去 是最好的 我之所以不主动找他们谈 也是怕柳如烟误会 毕竟这些员工归属于他的公司 但是要是他们主动提出离职 我当然愿意带他们走 我跟他们谈完后 就开车去了律所 第八章 工作的事情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要和柳如烟 办理离婚的相关事宜了 我找了江城的知名律师 我们之前接触过几次 也算是朋友 听到我要离婚 他先是遗症 然后接了下来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 没想到你和刘总这么恩爱的夫妻 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苦笑 有时恩爱模样是装的 因为柳如烟好面子 我经常需要陪他应酬 每次在外人面前 我们都要扮演恩爱夫妻 哪怕前一夜我们刚刚吵过架 哪怕前一夜我们刚争吵过 我的微信还在柳如烟的黑名单里 也不妨碍第二天 他对我假装笑脸相迎 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生意 我还没从律师事务所离开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来了 他对着我怒不可恶道 梁牧尘 你怎么回事 谁允许你今天去办离职的 我冷哼两声回道 当初我们签的协议 你忘记了吗 当年 我和其他员工一样 是和公司签订合约的 只不过我那份合约的条款更改过 柳如烟当时凸显我和别人的不一样 条款里是允许我随时提出离职的 当时我以为没必要 让他一视同仁 现在想来多亏了当年那一份不一样 柳如烟知道 修复系统 不有这件事 我出马是最快的 所以他愣了几秒 换了负语器对我说 能不能请你去一趟公司 起码把系统先修复了 我现在要去一趟工地 今天的薪酬我也会算给你 我顿觉好笑 立马反问他 柳如烟 你觉得我是缺一天酬劳的人吗 这几年虽然在柳如烟的公司 拿着一般软件工程师的工资 但是我私下里也会接一些私货 柳如烟知道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我们有个儿子 多挣一点钱 就是多为儿子打算一份 我每年都会给团团存一笔定期 算作他的一份生日礼物 想到这 我的心又不自觉地抽痛了一下 听到我的拒绝后 柳如烟气得留下一句 爱来不来 你以为我离开了 你就找不到其他高手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谁 在他心里董景川样样都好 可他不知道在计算机这方面 董景川那三脚猫的功力 还真的搞不定 第九章 我到家刚开始准备收拾行李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 拉着我就要走 被我一把甩开 你想干什么 我猝着眉 语气满是不悦 柳如烟满脸焦急地对我说 你现在先跟我去一趟西郊工地 那边的负责人说 一直是和你对接的 你不出现 他不愿意和我们谈判 不了我语气冷淡地回答 就当帮帮忙好不好 真的十万火急 工人今天闹得都停工了 以前我在的时候 这些烦心事 只要我能帮忙处理的 从来不告诉柳如烟 我希望他每天过得开心 可现在 我却毫不关心他皱得很深的眉头 公司那边的人士也在这时打来了电话 当柳如烟听见我的技术部 所有的员工全部提交了离职申请后 他彻底发了疯 他将手中的包用力地砸向了我 吼道 梁牧尘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一离职 大家都罢工 你是不是故意给我难堪 这几年大家其实都看得出来 是我整天为了公司忙前忙后 很多时候柳如烟都在和姐妹们喝下午茶 做美容 这大概就叫做号召力吧 毕竟你付出的努力总有人会看得见 公司的系统无人修复 西郊的工地柳如烟处理不了 他急得在我面前团团转 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冷冷地看着他 一通通电话打进来 他最终红着眼坐了下来 牧尘 帮我一把好不好 这是柳如烟的惯用招数 换做以前只要他主动低头 我便会屁颠屁颠答应他的要求 甚至有一次 他只是想要一串帝都寺庙的平安符 那天我高烧不退 还是一股脑的飞去帝都给他求来了 兄弟们不是没有嘲笑过我 自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之后 他们都戏称我七管炎 妻子的所有要求 哪怕是无礼的 我都会无条件满足 我语气十分平淡 帮不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话音未落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梁牧尘 你明知道这个公司是我全部的心血 就算我犯了错 也不是不能弥补 你为什么非要毁了我呢 我忍不住讥讽 公司出了事情 你身为老总 本就应该统筹处理 你自己处理不了 就将这个责任归结为 使我导致的吗 那这样说 我是不是也要因为团团的事情 找你索命啊 毕竟你可以救他的 不是吗 柳如烟听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律师及时给我送来了离婚协议书 我直接递给柳如烟说了句 签字吧 干干净净结束 谁料柳如烟还是和之前撕毁我的辞职报告一样 将离婚协议书撕得粉碎 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只好叹了口气对他说 既然你不想要和平离婚 那我就起诉了柳如烟刚要动怒 被一连串的信息轰炸 拿起包快不离开了 我知道 公司现在一定已经一团糟了 他要想处理好得花上一段时间 第十章 我在家收拾行李到傍晚 前台给我打了通电话 称公司系统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不禁感到疑惑 这个系统是我研究了半年上架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修复的 今天就算换作我出马 也得研究一天一夜 前台告诉我是董景川请来的一个专家修复好的 董景川因为办事得利 还得了一大笔奖金 柳如烟再次当着公司所有员工的面 大肆夸奖他 让大家都向他学习 我听后心中了然 董景川一定是想邀功 看我不在了 在公司安插自己的人手 柳如烟不知道 董景川早就私下加上了我的联系方式 他给我发了和柳如烟单独相处的照片 我因为足够相信柳如烟 所以每次都视而不见 从决定离婚的那天起 我就安排了私家侦探调查了一下董景川 我打算在离开的那天送给柳如烟一份大礼 针对软件的事情 我想了想还是没有联系柳如烟 爬得越高 跌得越重 不出三天 公司的这一软件一定会彻底崩掉 所有的投入都会复制东流 但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十一章 柳如烟还是一夜未归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因为中午有一场很重要的宴会 宴会的出席名单里 有我想要挖走的一位很厉害的年轻计算机工程师 好巧不巧 宴会上我看见了挽着手出席的柳如烟和董景川 柳如烟看上去心情很好 身着最新款的马家限定款礼服 我们对摄两秒 我想要避开他们 却被快步冲过来的董景川一把拉住 刘总想要找你聊聊毕竟是重要场合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只是打心底觉得愤怒 猜不出柳如烟又想搞什么 董景川将我拉到了宴会厅隔壁的包厢 柳如烟阴沉着脸问道 你哪里来的入场劝 你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我戏谑的勾唇一笑 怎么 柳总是觉得我离开了你 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聚会了 柳如烟知道我向来不爱参加这种场合 既然来了 就一定是带着墓地的 他直截了当讽刺道 我劝你还是早些离开 无论你今天想干什么 只要我宣布你已经从我公司离职了 谁还会愿意听你说话呢 离开了我的光环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软件工程师 我勾勾唇笑着回到 柳总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公司的系统吧 不要等出了大问题追悔莫及 说完我就快不离开了 宴会途中 柳如烟一直在发信息 给我追问刚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我并不想说明 这不过就是我一时好心 想要给柳如烟最后提个醒 如果他信任我就会重新找人检查一番 及时止损或许还有得救 如果他不信任我 过一两天也会知道我所说是什么意思 宴会上我和想挖的那位设计师聊得很好 我们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 他对于我开出的条件很满意 我们约好三天之后一起出发 宴会结束后 柳如烟好像是喝多了 在门口吵闹着要和我一起回家 董景川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 都被我挂断 我路过的时候 看见周边围了不少人 我自然是不想成为大家观赏的对象的 第十二章 半夜 我再次被电话吵醒 是喝醉的柳如烟 梁牧尘 你在哪 快点过来接我 听着他那一如既往的一致七十的语气 我扑痴笑了出来 柳如烟 我们已经结束了 请你不要再说这些 让人误会的话 还有 我不是你的助理 我没有随教随到的义务 董景川也在电话那头出声劝道 刘总 我们回家好不好 是啊 柳如烟用我儿子的救命钱 给他买了栋大别墅 他年级轻轻就在江城安了家 怎么不算人生赢家呢 可是我不会让他们如愿 好戏即将开始 我笑了两声 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你们回哪个家 董景川立马回复 当然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随着手机钉的一声响起 争了几秒立马大喊道 刘总 不好了 之前修复的那个系统崩掉了 连带着公司内部网络一起瘫痪了 我竟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还没等我说话 电话那头只剩下嘟嘟嘟的声音 第十三章 这一夜 我睡得很安稳 醒来后便看见柳如烟 因为西郊工地处理不善 登上了同城热搜 项目被紧急叫停 柳如烟面临着大额赔偿 焦头烂额 下午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找过他一趟 我想找他最后再谈一次 我想把他挪用我的一百六十万 在赔偿之前要回来 刚走进公司 便看见柳如烟被一群人围住 看见我来之后 柳如烟眸中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 大家顺着他的眼光看过来 顺势将我也围住问道 你是不是柳如烟的家属 我早已预料到柳如烟会拉着我一起处理这件事 我直接从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书告诉大家 我已经和柳如烟在走离婚程序了 他公司的事情 我不负责陪同处理柳如烟脸上的期待一秒消失 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走到他跟前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同时提出了让他还钱的诉求 柳如烟苦笑着打开了手机银行 上面的余额显示为零 柳如烟红了眼眶对我说 我的钱一夜之间都被董景川转走了 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 我想过柳如烟对董景川动了真心 可没想到他居然愚蠢到 连银行卡这些密码都给了董景川 我立刻报了警 不是心疼他 只是我想追回那笔160万 那是我的执念 我顺势让律师送来了 本该离开那天给柳如烟的惊喜 柳如烟在看见档案代理 关于董景川这一年勾打其他女人的照片时 瞬间傻了眼 双手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彻底疯了 满目心红地哭了出来怒吼 不可能 他怎么会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 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 还能有假 警察来了之后 我直接参与做了笔录 我也和柳如烟说清楚了 该我的钱 一分也不能少 离开公司之后 我组织了一场聚会 参加聚会的 由我手下的员工 还有我新挖来的那名年轻人 骆绍昂 九国三巡 手下员工老孝忍不住提起了 柳如烟登上热搜的事情 真是报应啊 我们梁公这么好的男人 他居然不珍惜 那董景川有啥能力 不过就是靠着吃软饭上位的 是啊 要怪只能怪他瞎了眼 人哪 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了 我听着只好无奈地笑了笑 抿了两口杯中酒 或许是压抑了太久 今晚的我喝了很多酒 听着他们替我打抱不平 我心头涌上了阵阵暖意 我也不想隐瞒 将今天去过柳如烟公司的事情 也说了出来 大家听闻柳如烟所有的存款 都被董景川卷走后 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声惊叹 真是糊涂啊 谁料一抬头 看见了门外面色暗淡的柳如烟 第十四章 他看起来情绪十分低落 我们本想站起身就走 却被他栖身拦下 他走到我身旁 拉着我的衣袖哭了出来 梁牧尘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西郊工地的赔偿款 要按期支付 你知道的 我拿不出那么多 等我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还你 你救救我好不好 西郊工地的赔偿款 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 大家都安静地看着我 等着我的回答 此刻我突然感觉到一丝心寒 也为他感到悲哀 不好 我立声回复 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不会再帮你 我冰冷的语气 斩断了他最后一次希望 我们走后 他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不知在想什么 第十五章 那晚过后 我直接将离婚案和赔偿一事 委托给了律师 在家休息了一天之后 我直接带着招募到的员工们 飞去了港城 因为是原班人马 所以我们入职新公司后 短短三个月后 就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我和柳如燕的离婚案顺利开庭 律师和他约定了一个月后 我们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 没想到还没到一个月 律师告诉我说 柳如燕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得了中毒抑郁 在家自杀未遂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的公司也因为债务问题 被查封拍卖了 董景川被警方逮捕了 警方便卖了他的房产 偿还了我160万 律师协助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证拿到手之后 我看着轮椅上 风风颠颠的柳如燕 还是红了眼眶 有人问过 我是否后悔和他在一起 我看着漫天星辰回答说 不后悔 风雨过后 会见彩虹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启动员